新加坡是一个和谐,讲究和平的社会 然后在这个和谐的背后,有些时候会蹦出一两宗奇特的案例 就比方说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视频 才知道原来在2016年曾经有一个帮佣被他的雇主害死了 这个雇主他不给他吃,这么大的一个人只有24个公斤那么重 简直就是瘦得像皮包骨一样 他的雇主还经常用言语去辱骂他去羞辱他 给他很大的精神压力 如果这些虐待事件发生在我自己的家人身上 我简直就是心如刀割 我们只是出去外面打工,赚人家一点点钱 就要受人家的凌辱,受人家的欺负 如果还得把自己的命给赔上,这简直是说不过去 身为雇主就是人家的老板 就等同于我们的工人的父母 他们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住进我们家 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当成是我们的亲人一样 好好的照顾 我常常告诉他心 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但是在交朋友方面,我们是绝对有选择的 所以那些粗暴的人,我们尽量的远离 无论是在什么场所 千万不要说因为害怕或者是容忍 认为说对方会改 对方是不可能会改的 因为他如果对你辱骂或者是动手动脚的话 然后你还一声不吭 他就会觉得这样的行为你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他会越来越过分 要遏制这样的行为的话 只能通过法律 然后报警来制止了 现在新加坡人 每五户人家就有一户是聘用帮庸的 我们家就聘用了米尔踏心 因为爸爸妈妈都老了 需要照顾 那么有了踏心在我们家 他确实是一个得力助手 家里煮饭,洗衣,吸地,妈地,帮妈妈冲凉 给妈妈药吃,帮妈妈按摩 这些都是米尔踏心一手包办 家里有了这个帮庸 家里干净整洁多了 有她的存在 真是一种幸福 我非常感恩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 上天赐给我们这么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孩 有了她在我们家 家里非常干净 朋友来我家的时候 还说我们家特别干净 今天就来看一下米尔踏心 她的一天里面的工作行程表是怎样 她每天早上醒来 就要给妈妈吃早餐 妈妈的早餐通常是麦片牛奶 很简单的早餐 然后踏心也会给妈妈吃药 把妈妈安顿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洗澡了 我个人习惯每天早上大清早起来洗澡 因为洗完澡之后呢 整个人就会精神抖擞 所以我告诉踏心 叫她每天早上醒来也要洗澡 洗完澡可以确保她一天的心情都是美好的 洗完澡之后呢 她就会把全家人的衣服拿去洗 然后拿去晒 接下来就是早餐时间了 她会问我 姐姐你想吃什么 我会告诉她 我要喝咖啡还是喝茶 我是要吃Lodi Brada还是吃面包 她会帮我准备好 然后告诉我 姐姐早餐好了一块吃吧 我非常享受跟她一块吃早餐的时光 因为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她有好多缅甸的故事要告诉我 我总是问她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而她也很有耐心的一一回答 就是这样 在一问一答之间 我们的时间聊着聊着就过去了 踏心是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抵达新加坡 来到我们家的 现在已经是将近十月了 所以她来我们家也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很快的两年的合约到满的时候 她就要回国了 我问她你想续约吗 你会续约吗 她说她已经把这里当成是她的家了 只要我们愿意续约 只要我们需要她 她就会留下来 吃完早餐后 我就会去忙我的事了 然后她就会继续做她的家务 她会吸地 妈地 和准备午餐 打开冰厨 可以看到冰厨里面的东西都排列整齐 冰厨里面有很多妈妈吃的中药 还有一些炖补汤用的药材 因为妈妈每天都要喝补汤 还有在这个还有这些冷冻食品 再来就是这些白蛋市鸡精啊 或者是燕窝啊 这些都是不可少的 另外我们还买了这个高丽人参 还有这个西洋参 还有这个红参 很贵很贵的红参 因为我们买不起人参 所以我们就买红参 但是这个红参也不便宜 红参越久呢就越贵 比方小看一罐红参 它的酱的量大概是要300到400块钱新币一罐 另外我们也买了党参 还有泡参 还有甜漆粉 比妈妈补汽用的 打开这个柜子呢 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本书 是记载了妈妈每天吃的药 早上中午晚上还有半夜都要吃一只药 然后呢每次要记下来这个时间 还有吃了什么药要打勾 时间要记得准确 因为下一个给他要吃的人 只要看着看着这本书 就知道刚才几点他吃了药 接下来要给什么药 然后我们会把这 因为药名很长 都是英语的 所以那爸爸就看不懂 所以我们要附上华语字 方便爸爸识别 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长长的药名 跟他缩减成简短的这个英文字母 方便踏心看 然后呢在旁边就画了一个括号 括号里写着号码1或者2 意味着一颗药或者两颗药 我们也买了这些针灸用的针 给妈妈进行针灸 这是针灸用的消毒棉球 这是按摩时用的香精油 这个是Oximeter 是用来测量氧气的 第一个号码呢是98 98意味着它有90%的氧气量 第二个号码呢是96 意味着每分钟心跳跳96下 如果这个氧气量掉到95以下 就是说这个情况是危险的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妈妈喷射哮船用的喷射器 帮助它扩张它的支气管 如果氧气掉到90以下 那就是说它的基本上 它就是没有什么氧气了 至于那个氢率呢 最好是保持在80以上 是100以下 不可以超过100下 要不然就属于高氢率了 如果是在80以下 有些时候妈妈会掉到60多或50多 但是属于侯姨的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喊她叫她她都不知道 新冠肺炎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新冠肺炎 爸爸进了医院急救 然后妈妈呢也在家里病危 所以我们三姐妹呢就轮流 照顾妈妈好几个星期 我们就是这样子 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担心受怕的日子 踏心的到来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如果不是她 我们的日子就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了 如果没有踏心的话 我们真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熬 所以她在我们的心里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之一 相信在她的心里 她也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这样 我问她 她愿意留下来陪我们多久 她说 直到永远 父母在不宜远行 现在我没有办法 离开新加坡去旅行 因为我要照顾爸爸妈妈 等我老了 退休了 我就会带着踏心 陪我一起去世界旅行 我们的家庭 打开新加坡去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